如果在西医来讲 你没有什么长瘤长 什么不正常的东西 这种大概就是 中医的调体质的问题 那不在西医范围 像我之前 因为小时候 妈妈都还不 我们就是不太懂说 是燥热体质 还是虚寒的体质 所以妈妈那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都给你补 年轻 青春期 都一顿补 顿鸡 什么都吃 就是想要你长得好 长得比较健康 然后那时候 每次吃补品的时候 脸就会长痘痘 然后就会开始口臭 对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我的那个分泌物 也是很多 我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就去中医看 然后中医说 我又是虚寒体质 也是燥热体质 所以我不能补 我要温补 对 她说不太能 不太能吃太多 太平 对 我不太能补 所以后来我就 有一段时间 我很少去中医师那边看 然后后来 我后来生了大饱之后 我生大饱的时候 就是状况会比较多 就比较容易累 或是身体就腰会不舒服 或是一些口臭 也是很严重的时候 然后后来有人建议我说 我后来怀孕的时候 有人建议我说 可以去看中医 然后后来我就去看中医 然后就整个怀孕的过程中 我就是用中医去调 就是每一周 在吃什么补品 他都有帮我去调 我就一个月去看一次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 譬如说现在三十二周 就大概吃什么药 他都有帮我补 所以我那时候 我在怀孕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 非常的舒服 然后就是不会比较累 然后生的时候也比较顺 对 然后到现在 身体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生小孩 可以转变体质 做月子的时候 对 做得好就不错 真的 又来好像每天在 你三个小孩 还没有做好月子 没有 再设一个 真的有差 就是我第一胎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就觉得我不乖 因为朋友来 我就会起来招呼客人 她就很生气就走 就没有帮我做月子 就没有帮我做完 对 没有做完 她就气走了 真的气啊 气走了 所以我第三第二胎的时候 我就很小心 因为那时候很容易 就是第一胎 没有做好月子 完补回来 对 然后腰也比较 很容易甩 对 听说是做月子 有补好会改变体质的 真的是这样 其实中医补 我们听到很多案例会觉得 有些好像补对 有补好 一些补错 好像补不对 到底补对还是补错 其实我觉得这样 看你个人的身体状况 最知道 如果你吃了这些药 或是进补之后 觉得人是舒服的 症状是有改善的话 那可能这个就是适合你的 但如果你吃不对 然后觉得 那个不舒服的症状 越来越严重 比方说可能这个 是不适合你的不要 或是不适合你的厨房 那看是不是需要换一个 就是治疗的一个方法 那我之前病患有一个 她也是怀孕25周的 一个女性朋友 她就大了肚子来了 她来的话就说 她现在全身皮肤很痒 很痒 然后肚子一先开来的话 她整个肚皮跟大腿 全部都是红疹 然后这保安医疏 她们也会常遇到 就是认诚养症 这种养起来就是 她说她已经养到 晚上都睡不着 一直很想抓 一直很想抓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她就是 因为她 有试过一些治疗方式 但是她没有很明显的改善 就想说 那就吃中药看看好了 然后那时候 我就帮她把麦 她发现 其实一般我们讲说 孕妇的话 其实大部分是 因为你的新陈代谢提高了 然后你身体的血液水分 比较多 需要提供另外一个 宝宝的一个营养 所以大部分麦 都是比较旺的 但她的麦就像 像打鼓一样 你就是把她的麦 那个蹦 蹦 蹦 这么强的一个麦 麦像就是我们很典型的 就是火气 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后来就是帮她 开了一些比较卸火的药 然后也嘱咐她说 你现在这段时间 都不能吃任何补的东西 包括像是桂圆 麻油 鸡 姜乳 牙 这些全部都不能碰 所有的中药也都不要碰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她大概是一个月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 她就不痒了 所以就是你在吃的东西 其实真的要非常注意 像我之前也有这样的病患 她后来就是什么都 我都有跟她讲 你到生完之后 你到月子期 你都不要补 然后结果后来 她到月子的时候 又再发了 然后我后来就问来问去 后来她吃的是什么东西 她就吃桂圆茶 因为有些月子中心 会有一壶桂圆茶 就放在那里 然后就这样财富 每天倒来喝 其实也会 一样会发 后来有建议她 就是说你可以吃一些 比较凉润的 像凉润如果平常在家里 大家就可以用莲子 然后白木耳 水梨跟红枣 大家可以先试试一下 因为原本其实我们 这个好 这个好 莲子心 它就是非常非常退博的东西 但一般人大概太苦了 所以她不会去套这种 莲子心的茶 所以我们就把它 煮到这种甜汤里面 很好喝 就白木耳 白木耳是润的 所以如果有些皮肤 比较干燥 其实多吃白木耳 然后现在就是 季节上面来讲水梨 刚好是当鸡的 它本身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清热 比较凉 它炖过之后 它会有点甜味出来 所以就是它平常在家里 就很适合 如果你是比较 照热体质的人 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甜品 这样子 来 接下来我们看 来 第三个 这些时机补错 当心身体坏光光 其实我觉得 最怕进补的体质 就是说 你如果容易会皮肤痒 没事 你吃个比较补 就容易长痘痘的这种体质 你最好就不要补 不然你皮肤永远不会好 或者是你有一些 就是容易有睡眠障碍 或是容易情绪激动的这种 就是有一点火气控制不太好 其实讲说 也不要太进补 因为进补它原则就是说 让你的免疫活化 所以像皮肤过敏的人 免疫活化 那你就整个变成大发作了 对 像我连长就有一个歌手 他是就是发专辑之后 晚上去庆宫宴 那庆宫宴吃什么 大概就姜母鸭嘛 他想说 这个太热了 喝点啤酒凉一下 结果当然就锁吼 然后隔天还要演唱会 对 这个经纪人 他超内疚 就说我怎么会带你去吃这个 他说 没关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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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还是不行 赶快去打内部唇 然后去吸药之后 再来中医针灸 那天他唱歌头上是插得真的 勉强有一点声音 对啊 你更要 歌手更要养声 对 所以有时候 你会有时候太急了 然后急的时候 你忘记这些基本的动作 然后你反而去吃了一些 平常不该吃的东西 就造成一些反效果 对 你们想想看 我们每天没有麦克风 在户外要喊到什么样子 对 喊一整天 外景很可 如果不养声 你可能第二天就没声音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 怎么讲 瓜哥分享说 以前面摊嘛 绝对不会喝冰水 但是会泡热茶 对 热茶反而会解热 对 为什么 因为你身体反而是 所以有今天就知道 你可以喝不要那么热 你喝有点微温的凉茶 对 很奇怪 这样反而会觉得很凉快 有 我有补过头的经验 就是我生完第二胎的时候 大概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的时候 就想说 初月只能买 一定要出去玩一下 我姐就说 来 那我们去逛夜市 我就好 去逛夜市 然后那一次有一摊 专门是卖鸡汤的 然后它是各种口味的鸡汤 然后有些是人家中药菜 你院长还没做完的时候 没有做完 大概一个多月了 快两个月了 对 然后那个是有中药 也是家中药菜的 我姐就说 你刚生完 你该多喝一点补一下 我就喝了很多碗 我说难得出来 我就喝很多碗 然后就喝完 好舒服 我肚子饱饱的 然后我们就去逛夜市 然后走一走 我突然觉得 头有点晕 我想说应该没什么吧 就是可能一般的偏头 头领这样 就没有太在意 可是在走 没有几步路 我就突然 在夜市 有很多地方昏倒 我姐就说 你怎么了 就赶快把我扶到旁边的店 去坐在里面 然后我就说 很不舒服 不过什么 觉得就是头很晕 然后之后我就去看厕所 我的内裤都是洗的 对 因为其实 产后一个月内会拍一些脏东西 对 可是我其实已经干净了 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再拍了 然后突然又出血 就是鲜血 我就吓到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 然后之后我就去看医生 我就跟医生说 我那去逛夜市 然后喝鸡汤 然后就出血 他就说就是产后 其实子宫很容易收缩 然后你不要乱吃一些补的东西 其实就是营养健康均衡 多休息就好了 其实在药膳界的四大F4 这个是鸡鸭豬羊 还有鸡肉的烤酒鸡 是 酸鸭嘛 羊就羊肉鲁嘛 豬就是药膳排骨 这是我们最常被遇到的 那两个时间点是最容易困扰 跟被问的 一个是火不产科来讲的话 一个是在怀孕 我曾经这个前几天的事情 一个病人 他现在第二胎怀孕 才初期的他很紧张 他一直问我说 羊肉鲁可不可以吃 我说你为什么要问羊肉鲁呢 现在也不是那个季节 他说他上一胎三十二周早餐 我说好 那他说 他就在吃完羊肉鲁隔一天 他就早餐 所以羊肉鲁在他心中 背了很大的眼睛 我说羊肉鲁我们以前做过几集 其实羊肉鲁是四大F4里面 算是最善良的 他里面有温度 我说应该不是他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前几天就开始不舒服 他后来说对啦 其实前几天就不太舒服 那天去逛夜市 所以隔天回去就破水 然后就省了 所以我帮你羊肉鲁证明一下 所以但是食物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包含我们所有妇产科医师 都遇到像花花那个情形 我们都在月子中心 或者产后两三个礼拜 突然的大猪血被救护车 或家人紧急送回来 就一问我们也没有特别原因 因为我们最先会排除 是不是收缩不好 是不是甚至有胎盘留在里面 没有排干净 99%几乎都没有这个问题 但莫名其妙 只好回去问一下 那你过去这几天 有没有吃什么药补你知道吗 中医这时候就很好用 你就把 你去吃了什么药膳 他通常都会说有啦 昨天或今天刚好 吃了某个生化汤等等之类 他就想怪生化汤 但是我偶尔会跟他讲 你前几天有喝过吗 前几天喝过啊 前几天没出血 今天怎么会出血 那你那个月子中心里面 其他有没有喝 有耶 别人有没有出血 也好像没有 所以为什么这个中心 我很难去回溯 包含我们跟中医合作这么久 我常常举例 其实中医讲的所谓的 甘心疲惫性 跟你我看到的器官的 甘心疲惫性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太太买一个包包 我明明看到就是一个包包 我一直觉得包包 为什么花那么大的钱买一个 那么小装不了多少东西 她说其实不是 我买包包这个行为是一种 我的包包装的是一种 回忆跟幸福 所以我知道 她装的东西 跟我们看到的是不太一样 成事又我就解脱了 我知道这个 再来讲是回忆跟幸福 其实中西药也是一样 所以我自己的病人 如果要吃药膳等等 我只有一个原则 第一个 你如果担心害怕 请你不要吃 因为你担心害怕 隔了吃了以后 三天以后 你有什么造型 你会怪我那个药 第二个 我还是建议专业人士判断 刚刚有讲的 光一个照跟寒 跟虚跟食之间 你其实抓不准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很在意 也的确有疾病的需求 即使你不找我们 其实找专业的中医师 去协助你才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是 我是觉得大家讲的那么多 西医看不好来看中医 中医看不好才去看西医 那我觉得现在医疗很方便 其实两个都可以一起看 但我们常讲说 西医治标 中医治本 那中西荷治就把你治成标本 中西荷治可以让你病好了更快 那像因为我们诊所在东区 所以会接受到很多那种手术 整形手术 术前的评估跟术后的条理 那因为现在整形界很流行一个 你手术后一定要去吃 他们就谣传说 蜈蜈蜈可以消肿 但以我们中医来讲 蜈蜈蜈非常大苦大寒的药 因为手术过程中要写麻醉 又会失血 所以以我们来讲 手术过后一定大虚 大虚是很苦寒的东西 下去的话反而会阻碍你的代谢 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女生 大概二十几岁 她术前就先来评估 那我跟她说 你这个体质比较虚寒 上面有些火气 等于寒热不太平衡 那你手术过后 就不要去吃蜈蜈蚣草了 你可能会受不了 她可能自己回去就 想象空间就很大 那不能吃虚寒 那我就应该要稳补了 结果她手术完后 隔一个礼拜又来回诊 那看起来都还好 第二个礼拜又回诊 发现她的伤口爆开了 她是一个龙母的病人 我说那不太对 我说你回去做了什么事 她说没有啊 医生你交代我说 不能吃虚寒草 所以我跟我妈妈讲说 我可能需要温补 所以我妈妈就每天 主持全大补汤给我喝 所以我喝得太燥热 那就整个导致伤口都更发炎 愈合不凉 整个就爆开了 不能凉补 那也代表就可以温补 像这种其实平补就好了 因为身体已经寒热不平衡 那平补最简单 就一些 一般补气的东西 补补气让你的循环好了 代谢好了 自然术后复原就会比较快 你看我们每天到晚 你看那农民历有没有 那几千年留下来的智慧 对啊 它翻开了就是什么气节 适合种红瓜 黄瓜 适合种什么 对 对不对 它一定有它节气 中医来讲是节气 对 什么时候吃什么样的食物 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现在一般传统家庭 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的 什么洁境做吃什么东西 对 比较难了 因为现在都素食嘛 因为我们点个卡卡近了 对啊 或者是包装的 少了一点温度 真的 真的少了一点人的温度 就像圣诞卡 对 你以前写 受到好感动 现在都直接传统 对 对 这边转过来那边转过去 对 对 那什么温度呢 所以过正节吃点 敬服是非常好的 是 就是中等我们的文化 对 但是你们拼他谱的时候 最好是咨询医师 了解自己身体 做什么样的敬服 才是最好的 谢谢大家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